本周运势黑榜,容易急躁白羊座,亦被冒犯天秤座,感情压力巨蟹座,白羊座综合运势三颗星,事业上可能会产生一些危机感,引发你深入研究业务内容,甚至挖掘职潮与人际方面的隐藏点,去警惕不愿沟通或是不想表达想法的情况。 感情上的重心越来越超越生活,有伴者和伴侣充满互动,但需警惕口角吵架,单身者可能经历相亲或感情毁约。 财业上对投资理财,资源借贷,遗产红利更为关注,业积聚洞察力与商业嗅觉,区业上可能开始走低,迎来思绪不佳的一周,建议通过运动唤醒疲劳的身心,巨蟹座,综合运势三颗星,事业上可能会经历离职,调整人际圈等等,茫然的想法可能会逐渐找到出路,积极的沟通可能会让人际与感情得到修复。 感情上沟通艰难的一周,很容易吵架冷战,避免毒蛇相向导致关系不可挽回。 财业上可能需要为房屋与家事开销,比如购买房产,为家里添置新的生活用品等等。 学业上创意灵感不断涌现,可以多多充实自己的业余时间,比如学一门手艺,参加感兴趣的课程,料理等,并称作纵印式三颗星。 学业上开始重燃热情,职场中卷入了各种各样的社交关系,可能会带来生活乐趣、惊喜,以及一些贵人帮助。 感情上很像平衡他人的观点,但是容易被对方的咄咄逼人惹怒,也可能有家庭方面沟通的难题,一味的互不相让,引发火药味。 财运上开始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财富和理理财等,也许会发现一些不安的感受,建议物极物造,多接触些人脉才是王道。 学业上有一种被改鸭子上架的感觉,一方面非常渴望改变自身状态,另一方面又面临想法反复,无法急责。